他的偶像團體如果出專輯的話 就很注重的是和聲部分 而這次你的專輯有個人的solo 有 對 其實我們這次的專輯 除了和聲之外 我們每個人還有自己的solo歌曲 那也是 就像我之前講的就是 想要圖出個人的特色 那小潔呢 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個人的那首歌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覺得讓小土豆來說吧 小土豆 你說吧 我覺得這個小潔的solo歌 《愛情beautiful》呢 是非常好聽的一首歌啦 我覺得這 日韋大哥吧 對對對 好 回歸原本的聲音 《愛情beautiful》其實算是一首 我自己內心深處的一首歌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心中 都會有一個mr.right或mr.right 不管是男生女生 那其實你會想說 最後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或是你會想要帶他去哪裡玩呢 會想對他說什麼話 所以我把整個心情 就從歌曲的第一秒開始 到最後ending 完整性的故事 就是非常的 很完整的呈現給大家知道啦 那這首歌也是 我很難得 就是自己辭曲創作 跟最後自己製作 那這首歌對我來說 意義非常重大 因為算是 很多的第一次都在裡面 所以希望說 大家在聽這首歌 可以感受到 那我想要說的故事 這首歌很適合在酒吧上面放 因為有一種很迷幻的感覺 聽這首歌是想要喝一杯的感覺 對 對 那王子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子 我的這首歌叫做讚維基 它是一個抒情RMB的風格 那 歌詞內容寫的是 就是 我默默的喜歡一個女生 然後一直陪在她身邊 其實有點像偶像劇的劇情 然後一直默默的關心她 傷心難過的時候都來找我 但她一直把我當成很好朋友 都不知道我默默的喜歡她 然後等到 我一直期待一直祈禱 希望有一天能夠把她站為己有 然後能夠陪在她的身邊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有這種感覺 你喜歡的人 不知道你喜歡她 那 就可以聽聽這首歌 一定會非常符合你的心聲 那也希望有一天 你可以把她站為己有 當成你的女朋友 對 我覺得這首歌的故事應該 很適合放在毛弟身上 喔 因為小時候你們兩個的愛情的那個 你知道 就是這個樣子啊 喔 對不對 她喜歡的被你喜歡走 喔 不是 她喜歡的人喜歡我 對 她喜歡的人喜歡我 比她多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應該是毛弟的心聲 其實你下次也可以來唱 讚為己有 唱一下 我不想幫你打歌 好 你介紹一下你的歌 我這首歌絕對比王子好聽 不要在那邊讚為己有 現在什麼年代的 對不對 什麼年代才在那邊喜歡你好久 如果要介紹喜歡你好久 就若文 你要介紹什麼 最初的那種感覺 是不能忘我的 所以你要介紹什麼 我要介紹的就是我的solo歌曲 喜歡你好久 沒錯 就是喜歡你好久 那這首歌是在講我國中的時候 真的是喜歡一個女生 有兩年之久 呃這個不是 喜歡她的那個Label都比較低一點 哈哈 然後你要 哦 你說 你說我歌名 我不是說歌名 我不是說歌名 我不是說喜歡你工作上面 就是私底下的 啊 你下手做什麼 我不怕啦 來啦 可以啊 可以解釋些什麼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 在講我國中的時候 就是喜歡一個女生很久 但是啊 始終呢就是有一點跟我 一個落即落離的感覺 然後其實就是我把一些心情寫在裡面 那以前比如說 看到喜歡的女生的簡訊 都會比較 心動一點 會比較曖昧一點點 所以我這次呢 特別把那個 iPhone寫在裡面 像是在線上 書中 有用iPhone手機的 應該知道 所以想要把一些現代的感覺 然後加在自己的感覺裡面 那這首歌我也覺得 是一首告白的歌 告白的歌曲 就是很多男生可以唱 一個女生聽的歌曲 對 嗯 比如說你們其實每個人 除了有自己動的部分 還有創作部分 對 這次 每個人都有自己創作 那我是第一次的創作 就是第一次寫詞的部分 跟小潔一起 所以其實我還蠻緊張跟期待的 因為 之前聽說老闆會比較要求嚴格 就是自己的故事的部分 但沒想到我寫完之後 然後小潔有幫我修改過之後 老闆 Andy哥就馬上答應了 所以 在這部分我還蠻開心的 對對對 而且這次好像說是 小潔有生物 當日 呃 呃 嗯 很開心就是 我覺得唱片公司 賭這一步棋 賭蠻大的 因為算是我第一次製作 那其實這兩年來 我也一直在學習幕後的一些 東西 像是可能編曲跟製作 那很開心 這張專輯算是交出一個成績單 那我也跟我們的音樂總監 一起製作了三首歌曲 那他讓我很開心 他 讓我跟他一起掛名 是我很大的一個榮幸 那 也希望說這一次我自己製作的歌曲 大家會喜歡 這樣子 那也希望說未來 可以繼續製作更多的歌曲 或跟其他歌手合作 嗯 文綽王子 你演詞的那首 因為有你出席的歌曲 對 這首歌其實 我在這張專輯裡面 有寫了四首歌 那這首歌很特別的是 我跟潘帥潘偉伯一起合作的 他也是製作人 那那時候收到他的曲 真的很開心 然後有很多回憶的畫面 就是我們出道五年多 然後到很多地方 呃 開過演唱會 然後簽唱會 非常多歌迷朋友的支持 所以我就要寫一首 就是回饋他們的歌 然後所以 呃 歌詞裡面有寫到說什麼 經歷那麼多 創造的那些感動 就謝謝你們都陪我走過 那 也算是呃 送給他們一個特別的禮物 然後 也希望他們可以一直陪我們走 之後的很多年 那這首歌很特別 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粵語版 一個是 呃 普通話版 普通話版 那為什麼會有粵語版 是因為我們之前在香港跟廣州 呃 開過演唱會 然後那邊的歌迷非常的熱情 非常的 忠實 所以我們也 唱了粵語歌 也算是他們 當他們一個特別禮物這樣子 嗯 那你跟潘帥潘偉伯的感覺 呃 我覺得就是其實 他真的是非常的 帥 非常的帥 然後 他其實真的很用心 因為那時候其實他在 呃 內地上演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台灣錄音 他是開著 Skypeak 然後 視訊 然後他穿著浴袍 然後跟我們講哪裡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他真的是非常的敬業 然後也非常的幫我們 我們三個要在這邊的 非常感謝潘帥 也恭喜他得了營地 呦 太屌了 那之前也有說到你們兩年都沒有發電 那這個時間大家就來幹嘛 呃 呃 這兩年的時間 其實我有從事主持的工作 然後也有在學習幕後音樂的製作 那也有 幫其他歌手寫歌 那就像 呃 台灣有一位新的女歌手 叫阿福 那他裡面專輯沒有一首歌叫星空戀曲 是我第一次跟他合作 那也蠻開心 算是 幫其他歌手寫的第一首歌 那這首歌對於我來說 意義也非常重大 因為其實那時候寫歌 寫歌他們來邀歌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嗯 這個新人 沒有我不知道他 但是我對他的聲音非常的喜歡 那也被他的聲音深深的吸引 那也壓力也蠻大 是希望說寫的詞可以幫助到這位歌手 因為是新人嘛 那很開心這首歌最後有拍MV 然後大家去KTV點歌的時候啊 都會app我說 欸 我在唱你寫的歌耶 我都覺得哇 很開心 因為以往都是幫自己的人寫歌 那第一次幫別人寫歌 所以我覺得蠻開心的 那受到大家肯定 希望接下來有更多機會 可以幫其他歌手寫歌 嗯 所以問完你 想問一下 就是給大家寫歌 是給自己的人寫歌 是給阿福 像直接寫歌 會有不同的感覺嗎 會有難度嗎 呃 我覺得會有難度是因為 呃 我對我們自己人 所以我知道自己的 自己的聲線是怎麼樣 所以歌詞上面去寫那個故事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著重在 彼此的那個適合的位置 但因為其他歌手的話 他們可能唱片公司 有要求他們要的故事 或者是歌手他對於 在唱的時候的感情面 所以其實 你要想的東西也特別多 那我也不會說就是 可能被退稿一次之後 就說喔我不改 怎麼樣 因為我會覺得說 作品一定最後一定要用到好為止 所以我會 就是改 不斷的改 不斷的改 那希望可以跟歌手 達到一個默契之後 然後進錄音室這樣子 嗯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你們之前 不只是在唱跳方面啊等等 你們在演戲啊等等 很多方面的發展 所以我知道 最近好像 王子民演的電影啊 還有戲劇 都在那邊的港台 都有一個上映啊 我做了幾個 不錯的講喔 大家稍微聊一下 呃其實我蠻開心的 我在這兩年當中 有拍了很多電影跟偶像劇 那有一部消失打看 然後要去參加法國電影節 其實蠻開心的 那也有一部 極速先鋒即將在12月底上映 它是一部熱血的勵志片 也希望在這個寒冷的冬夜 大家可以去電影院熱血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最特別的是 我跟何老師謝娜 還有吳欣海濤快樂大本營 快樂家族的朋友 還有毛蒂一起拍攝西遊記 然後非常開心 他們都很照顧我們 那也希望我們能夠趕快去 快樂大本營跟大家見面 因為很多朋友就很支持我們這張專輯 也希望趕快跟很多朋友見面 對 而且聽說你是因為那個 在那個消失打看中 有突破的表演嗎 嗯 然後獲得了這個 出獲取今年的台灣 台北電影節的 閃亮之星 對 非常開心 就是受到大家的肯定 因為在那部電影裡面 演的就是完全突破我原本的形象 我就演一個 來 你試一下就是宅男了 對啊 其實你把你試一下放到宅男而已 對 就是把從前 以前 大家沒看過我的 的我 然後放到螢幕上 然後沒想到 大家會喜歡 就是謝謝大家的支持 好 我知道了 怎麼 我決定我跟毛蒂試一下拿滴滴 拍你在家裡的一切 把你宅男那一面 然後把它拍成紀錄片 明天我們也去參展 喔 好不好 不錯喔 剛好三個人如果有入圍的話 三個人都可以走紅地塔 但是紀錄片應該會超無聊 因為我 因為我實體下其實還蠻無聊的 對 對 好 感谢观看